今集關心的是 當季推動到國際音樂交流的 米多里市內樂團 今年是9月14號載度 邀請到日本的長笛大師 三更尊典 來基盤到日本的電影金像獎的音樂會 能出日本電影民協和動畫大師 宮崎駿的電影配角 米多里市內樂團 希望那些節目的民眾 不可以找到 我們得個機會 三更尊典 是日本人創名的長笛大師 去年來跟台灣音樂做生風動 今年米多里市內樂團 載出邀請前來的共同音樂 主題是動畫大師宮崎駿配樂 和日本金像獎 電影名曲 迎請來的專家 楊思偉 丹林道 我希望可以藉由說明 然後去喚醒大家 曾經看過這部電影的情感 米多里市內樂團表現 日本三一一大地大 長笛大師 山根尊典 感受台灣人的溫暖 所以用音樂斬來台灣進行交流 後來米多里市內樂團 今年搖請他 基班長收票音樂會 今年是再度搖請 並演出的本財情感更大 經濟了解真正有台灣 基班長日本電影各局的音樂會 這次音樂會 演出電影有橘子郎的夏天 送行者 李儀師的樂章店民族 還有宮崎駿 魔法公主 神隱少女店動畫配樂 應該開在九月十四合禮拜來頂頂 民族能夠年代售票系統統一超商 全家賴夫來各票 選心辦數有橘子郎的 加上軍 bullshit ig六在 cont